如果你是一位从事影视工业的录音师 乐队成员 播客创作者 记者 那么一台手持的录音机 将是你最强劲的生产力工具 各位好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我做过电台主播 录音师 记者 现在是在做自媒体 其实我经常有用到一个工具 就是录音机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跟录音机有关的话题 我手上这一台是Zoom的H6手持录音机 当然这个版本是2020年的黑色版本 这款录音机在影视拍摄 微电影 音乐爱好者 还有播客创作者当中的使用的人很多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一台录音机是手持式的 也就是说可以拿到手上使用 也可以安装在三角架上使用 或者是在相机顶部安装使用 这种结构 非常便于使用 和很多只能安装在相机底部 或者是背到身上的录音机相比 这样的录音机更便携 我手上这一台Zoom H6录音机 它的接口很多 可以连接很多的麦克风和音频设备 功能也蛮多 可以录制单轨的音频 也可以录制多轨的音频 同时还能混音 有点类似于便携的调音台 这样的功能了 而且它还可以当作音频接口来使用 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可以把声音录制到SD卡上 还可以接到电脑上作为电脑的音频接口 当然呢 你也可以把它连接到你的iPad这样的设备上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Zoom H6的功能如何使用 还有针对音乐人 记者录音师 播客爱好者 有哪些专属的工具和专属的用法 先来看一下外观 我手上的这一款Zoom H6就是黑色的版本 机身是通体黑色的 和之前的版本相比 机身喷涂的工艺是不太一样的 这点很酷 还有就是搭配既定的 这个XY的这个麦克风的底座也是黑色的 这款录音机最亮眼的就是这块彩色屏幕 彩色屏幕的好处就是可以显示不同的电瓶颜色 还有使用多轨录音的时候 每一轨标注的有很多小图标 不同的颜色就代表不同的状态 录音界面的信息呢 一目了然 包括录音图标 录音时间 电池电量 文件夹 录音工程文件名 XY立体声录音音轨 旁边一字是12344轨 每一轨上方有监听的声像 左侧是监听的音量 这两个参数要在监听设置当中调节 下面还有滤波的开关 压缩器限制器的开关 幻象电源开关三项指标 当录音音轨被激活的时候 下方的文字就是红色的了 未被激活的时候是黑色 屏幕下方还显示录音格式和存储卡 剩余的录音时长 播放界面和录音界面很像 音轨左侧显示的数字是音调 下方呢 是播放速度等信息 作为一款手持使用的录音机 按钮的设置和功能设置的位置呢 都很方便手持来操作 机身顶部呢 是可以更换麦克风的这个音头的设计 Zoom H6原装的是XY H6的话筒 这是一只XY结构的话筒 它有90度和120度的调节 这个单元上呢 有一个音量增益的旋钮 这个旋钮还进行了防务处的设计 录音机本体上有四个非常醒目的音量增益旋旋 每个旋钮都配有一个pad的拨杆 可以独立控制每一轨降低20dB 下方一排是录音音轨按键 一共有六颗 希望用哪一轨录音就按下哪一颗 那当然可以多轨同时录制 单独按下L或者是R L、R会同时亮起 这意味着使用机顶的XY立体声麦克风录音 单独按下1和2 意味着左侧输入的1和2 分别录制单声道 按住3的同时再按4 会把输入3和输入4组成立体声双声道录音 再按下3或4当中的任一个按键 就可以激活这个立体声录音 在立体声组合的模式之下 按住3再按4就可以回到单轨的录制状态了 下方的按钮就是录音控制键 以及回放控制键的曲语 录音控制键是静音的 按下去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 左侧是音量加减按钮和开关机的拨杆 以及锁定功能 还有SD卡的插槽 右侧是菜单按钮和选择拨杆 在机身背面呢是电池舱 Zoom H6录音机机身接口非常丰富 机身顶部呢有一个金手指 在这里可以安装其他的选配配件 比如说XY立体声的麦克风 还有MS立体声麦克风 枪式麦克风 扩展音频接口 延长线等等的一些配件 安装这个XYH6麦克风之后呢 麦克风的右侧有一个3.5毫米的TRS音频接口 左右分别呢是12344个XLR和TRS混合音频接口 音频输出方面呢 在机身的左侧有个3.5毫米的耳机监听接口 机身下方有一个3.5毫米的线路输出和专门的遥控器接口 在机身右侧有一个数据线接口 背面呢是一个1 4英寸的螺丝口 下方还有两个安装相机背带的位置 一款录音机好不好还要看它的录音规格 Zoom H6录音机在录制WAV格式的音频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16比特和24比特的文件 采样率呢可以选择常见的44.1 48 96K赫兹 那甚至可以选择从48K到320K 码率的MP3的音频格式 那我认为录音还是尽可能选择WAV文件比较好 那如果录制长时间用作于学习用途的会议或者是课程 再选择MP3会比较合适一些 Zoom H6录音机可以为4个XLRTRS混合音频接口 分别加载幻象电源 电压呢可以是12V 24V或48V 在使用Zoom H6录音机录音的时候 可以设置为机顶的这个可更换麦克风的立体声录音 也可以选择单轨录音 当然可以使用多轨同时录音 最多支持6轨的录制 当多轨录制的时候呢 底下的彩屏会显示每一轨的电瓶的音量 和它的设置 一目了然 当然你可以把声音录到机身的SD卡里头 也可以通过USB连接线连接到电脑上 把H6作为音频接口使用 那这个时候呢 Zoom H6就变成了一个多通道的音频接口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你甚至可以使用苹果官方的相机套件 把Zoom H6和iPad或者是iPhone连接到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呢 iPad或者是iPhone 就可以使用Zoom H6来当声卡 更多专业的麦克风和音频设备 都可以连接到iPad或者是iPhone上来录音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以下的五类用户在使用Zoom H6录音机的时候 可以使用的一些内置的工具 以及使用的建议 首先是音乐人 那为了满足音乐人的排练和录制的需要 Zoom H6里面内置了节拍器 这可以让排练和音乐录制的时候呢 节拍更加准确 而且录音机里面还可以变更录音的播放音调 速度还有设置A B点循环播放 这对于练习演唱很有帮助 记者在使用录音机的时候呢 经常需要录制会议和采访内容 在录音的时候啊 遇到某个需要标记的时刻呢 可以按下机身侧面的选择按钮 这个时候可以为录音增加标签 后期剪辑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 除了标签对于记者是非常有用的功能之外呢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预录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在按下录制按钮的时候呢 把前几秒的内容也录制进来 那么这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决定性瞬间 录音备份和多轨监听控制 对于影视录音师来说非常重要 Zoom H6里面录音备份功能呢 可以在录制音频的时候 再录制一个备份音频 这个音频的电频会低于原有音频12dB 那如果有突如其来的大音量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上这个备份的音轨来挽救你 影视录音的时候经常需要很多的输入 录音师有的时候需要选择监听当中的一个或几个 多轨监听控制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录制播客的时候 录制的环境很有可能并不安静 有的时候呢会有低频的杂音 就像空调或者是其他的电器发出的一些噪音 使用滤波器呢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些影响 Zoom H6内置了压缩器和限制器 包括专门适合人声录制的预设 那这些可以让录制播客的爱好者 录制音量的大小是非常的均衡 现在直播的朋友非常多 如果把Zoom H6作为一个多轨音频接口连接到电脑或者是连接到iPhone上 可以直接进行直播 更多专业的麦克风也可以在直播当中使用 也可以接入其他的一些音频设备像播放音乐 那这些都是以前使用调音台才能实现的功能 现在实现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以上就是使用Zoom H6录音机的一些使用分享 有没有你需要的场景呢 如果你对于录音也非常感兴趣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求关注求转发求意见三连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